来看财经讯息 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争议太大了 还在立法院卡关中 以至于原本打算要接着签署的 两岸货品贸易协议也跟着停滞 经济部期待能够拼今年年终完成 全国公总的代表们在忧心忡忡 台湾将要跟不上世界经济的脚步 抢先大陆与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前 我国经济部立批希望两岸货品贸易协议 能在今年终完成 全国工业总会也敢在过年前举办座谈会 邀请产官代表面对面沟通 台湾在加入七亿经济整合这一部分 确实做得太少太慢 我们跟中国大陆签了ECFA之后 那么现在很多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谈 那么跟纽西兰跟新加坡签署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目前台湾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韩国 不过近几年 韩国积极跟其他国家签署FTA自由贸易协定 加上大陆已成为当前新兴经济体重要的议员 工总常务理事交右军直言 如果台湾脚步再慢 会跟不上世界经济的脚步 由于两岸服贸协议目前仍在立法院审查中 使得接下来的货贸协议更难评估整个流程时间表 但经济部强调会与业者沟通并消除疑虑之后才会签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